大家好,我是苏雅和 今天说一说一个很要紧的话题 就是此时此刻 或者是今年夏天 或者是今年 从现在开始往以后 大概一年之内 任何人去中国 他到底有多危险 想这么一个话题 当然是因为有些国际新闻 在报道这个事情 首先是美国 美国向全球的美国人 发出了旅行的禁令 未来一年 从现在开始不要去中国 不要去 去中国存在极大的风险 而且你如果在中国出事 美国没有任何力量来拯救你 也就是说通过外交途径来救你 回美国的这种可能性 惊呼于零 所以美国国务院 对所有的美国公民说 不要去中国 从现在开始 一年以内 这个旅行的禁令不取消 一直是有效 同样的 在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总理 也发布了相同的旅行的禁令 或者是旅行的建议 建议从现在开始到未来一年时间 不要去中国 也是原因是一样的 澳大利亚和中国现在外交关系极其紧张 如果你此时去中国 你会随时有可能因为你的一句言论 而引起你的消失 而澳大利亚的政府方面没有任何能力 通过外交途径来救你回国 仅仅是因为你的一句话 你就有可能被中共抓进去 然后完全失去联系 所以最好的办法 就是你不要去中国 还有就是在台湾 台湾也是苏珍昌先生 发布了严格的旅行禁令 这个旅行禁令不仅仅是 说不能去香港 也是说不能去中国 从现在开始 未来一年时间之内 可预见的时间之内 台湾的公民 我们的国民不要去中国 如果你出了任何事情 台湾方面爱不忍住 没有任何办法来救你 而且反复强调 不要去香港 因为很多台湾人去香港 还有很多从香港移民 或者已经侨居在台湾的 很多的香港人偶尔还回去看看 舍不得嘛 对吧 我们读神经认的知道这个故事吧 人他有一种往往回头看的一种天然的偏好 就是频频回头 用中国人的换句就是十里长庭 一步一回头 中国人都是这样 你看我们都是这样 你像我这个年纪了 经常还会想起老家 想起老家的一碗菜的味道 想起老家的一个什么民间约气的声音 想起老家的一座山脉的线条 想起老家的有很多的乡里乡亲 谁还活着 谁已经死了 有的时候甚至会突然涌上一种冲动 要不回去看一看吧 真的人都是这样 即便知道回去 那不是已经不再是我的家乡 已经不再是我生活的地方 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会忍不住冒出一种冲动 像我这种人脑子比较激烈的人就不会回去 但是有的时候对着电视 对着这个电脑 看搜索一下老家的一些点点滴滴的一些细节 你会非常有感觉 真的人都是这样子的 这个故乡情节 乡愁 他是都知道 这个中规老话讲叫尽乡情跟怯 因为说你远离故乡的时候 你觉得故乡挺好的 一旦你靠近故乡 你回到故乡 马上要进入故乡的时候 你其实觉得那个地方也就那样 但是你还是舍不得还是想频频回头 所以圣经里有这样讲 索德玛都已经硫磺大火熊熊燃烧 而且上帝说你不要回头看 千万不要回头看 赶紧往山上逃 但是有人就不听 回头一看就变成个炎柱 这什么意思呢 就表示你如果是你一个人你回头看的话 你老是频频回头 你老是中国的古典的戏剧里面的石里长亭 一步一回头的话 就意味着你的生命毫无意义 知道吗 就有你生命跟一块石头一样的 没有灵魂 就是一个木来一 你木来一路算不上 你就是一块石头 所以这个人回头看呢 是一个人在人生不长的几十年时间之内 经常导致巨大的颠覆性的错误的 很大的一个原因 我告诉你 我觉得苏贞昌先生在这个 记者招道会上说出非常强烈的 建议台湾人 还建议这个乔居在台湾的香港人 最近暂时不要回香港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中肯的 也是个非常重要的建议 但是我们听不进去 真的听不进去 很多人还是想回去看一看 所以我们要就这个话题 要展开一下分析 真的是中共现在是 它有几个套路 我们要搞清楚 因为它现在全球面临一个追杀 你看前两天 又出在法国出了一个事情 法国政府公开的抓捕了一个 向中国出卖情报的一个间谍 这因为法国跟中国翻脸的日子也不远了 我们知道加拿大就是因为孟晚舟的事情 两个国家基本上已经处在断交的状态 中国想把孟晚舟摇回来 它没有任何震荡的理由 它不走法律的程序 它不讲道理 你不摆事实而是搞人质外交 所以今天的中共已经是一个全球型的人质外交 我告诉你 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人质 尤其是往返于中美 中加 中澳 中法 中日 还有中台之间的人都有可能成为中共的人质外交的一个筹码 你这个时候你什么都不是你可能什么罪都没有你可能连话都没有说 你就有可能土工的国安就找上门来就把你抓进去让你消失 所以这个朱坚强在记者招优惠上居然说出这样的话 不要由我们的国安部门吃素的 这句话是杀气腾腾的威胁你你知道吗 你要听进去不要由我们国安部门是吃素的 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吹什么FBI 中国的这个国安部能抓人分分钟的事情啊 你不要跟我叫嚣我随时可以抓你进去 其实这句话是对着那个在场的记者发生的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威胁 所以我们要记住啊 啊这么多的国家啊都在发出针对中国的旅行禁令 这个不是开玩笑 我告诉你啊 千万这个时候不要小清新 不要回去 真的 一定要记住啊 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要多层次的看 刚才我们说了这么久 是说的那些美国人 那些澳洲人 那些台湾人 那些香港人不要来中国 对吧 但是你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这些生活在海外的华人 这个时候你如果回去回中国 你会遭遇什么样的情景呢 你知道吗 所以我告诉你这个我看了一些这个英文的内幕啊 一些英文的一些分析资料 说为什么现在美国澳洲啊 还有台湾啊发布如此严格的啊 强有力的这个旅行的禁令呢 是因为共产党他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他除了人之外交以外啊 他除了人之外交以外 他还要干什么 他还要提供更多的一些关于他的新型的病毒的 一些实验的一个一个对象 就是你回去以后 你有很有可能又被一种 你暂时都不知道了一种新的病毒所感染 所以这两天里面 武汉病毒研究所那个石正丽 又发布了官方的消息 说石正丽在这个什么病毒培养方面 在什么场景内啊 或者什么什么情内之间的搞了一个病毒 让动物和动物之间可以感染 他的意思其实非常简单 其实他们啊就是要搞病毒 他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发出这个消息 他其实是形成一种全球性的恐吓啊 一种这个制造一种恐慌的心理 要把西方人要这个经济拖垮 当西方的经济垮了 中国的经济垮不垮也无所谓 他已经中国已经破冠的破摔 无所谓了 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回你来到中国 无论你是外国人还是海外华人 无论你是有护照的还是没护照的 无论你是外国护照还是中国护照 你回去你都有可能成为这个一种 你叫不出名字的病毒的一个实验的 一个小白鼠一定要记住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啊 因为他把你做实验做好了以后 你一定要回去吧 比如说你是个持有美国护照的中国人 你这是回到中国你待来一段时间 然后你回去回到美国 你就有可能成为一个传播的靶子 因为你现在全球对这个华人进入每一个国家 都实行严格的检测严格的控制 但是它是基于已有的一个数据 就是对所谓的这个武汉的冠状病毒的一个数据 来进行检测的 对吧 他所有的经验都指于此 如果说土工这时候真的有什么新的一个 非常邪恶的病毒呢 那其他的国家根本就防不身防 因为你到目前为止 你没有相关的资料 你根本就无法检测 所以共产党很坏的 我告诉你 他现在为了把这个世界搞断了 他是无所不用其极 所以除了人之外交 还除了一个叫做病毒外交 我告诉你 一定要记住 这不是开玩笑的 人家美国人 人家澳洲人 人家台湾人 发出如此强烈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旅行的一个禁令 这可不是说什么空缺来风 不是吓唬你们 所以我们这些生活在海外的人要切记 这个时候能不回去就不要回去 我个人建议就是 天大的事都不要回去 有什么好回去的呢 回去干嘛呢 回去去抗洪吗 是吧 回去去做小白鼠吗 你为什么要回去呢 而且我告诉你 这个时候 尤其是在美国的 美国的留学生签证 接下来要会遭到这个大面积的 几乎百分之百的一个取缔 所以这个时候 我当然我说话不太真正确 就是你好不容易在美国上个学 好不容易你租了房子 好不容易你开始有了一个生活 新的生活方式 假如你不是小粉红 假如你就是自己过去读书的 你没有被共产党利用收买 你没有什么在美国的大学 美国的什么社区 沉溺什么海外的党支部 你没有搞这些恶心的事情 你没有拿着钱去街上 去支持香港警察 你没有搞这些事情的话 我建议你想一切办法 能不回就不回 如果你搞了那些非常恶心的事情 你放心好了 你不走 美国人赶你走 一个一个的地界出境 然后遣返回你的中国狗窝 知道吧 这个好像前两天出了一个消息 说什么武汉什么理工大学 说什么一堆的这个留学生 在印第安纳的一个什么学校 我都想不起名字 然后有一段时间 没有过上这个党的组织生活了 然后几个人脑子一机灵 其实不是脑子机灵 一定是领事馆的那些工作人员操纵的 让这帮小孩在这个印第安纳州的某一个小教室里面 成立了一个中国共产党武汉理工大学海外小组 或者海外党支部 然后还开党的生活会 然后还还还学习党的文件 学党章 搞这种事情 还当个新闻搞成的 你自己想想 假设啊 这帮小孩就是脑子进水 就是吃屎 可以啊 中国的年轻小孩 小粉红自己主动吃屎的肉去了 假设他们自己搞了这么一件事情 谁会报道他呢 是不是 那不可能的呀 美国的那些被中共控制的报道 他干嘛要发这么一条中文消息 而且不仅发在美国 还发回中国呢 那一定是领事馆大使馆领事馆在组织这个事情 要制造一个新闻 他给谁看 他不是给美国人看的 他是给中国的那帮更脑残的小粉红看的 让告诉你们海外的女朋友是非常爱国的 所以你们在中国啊 你继续要爱国 爱党爱国 制造这么一个宣传的效果 那结果你们这帮人 就被洗脑了呀 就被卖了 我不知道那几个那二十个小孩 最近被完全是一个一个的 一个都不扭 都遣返回中国的 我不知道你是自愿的还是不是自愿的 如果你是自愿的 你是脑子里有屎 如果你不是自愿的 你脑子里也有屎 你不知道保护自己吗 你不知道你好不容易去美国留个血吗 你干嘛呢 但我知道这个武汉理工大学啊 已经是被这个什么 美国的FBI啊 美国的国务院禁止跟中国的大 跟美国的大学进行交流的学校 那是个间谍学校啊 包括什么哈空大啊 包括什么 什么同级大学啊 这种学校 那都是已经美国的文件发不出来的 所以你想想 除非你是这种人 那你没办法 因为你犯罪了 因为你恶心 然后被美国人遣返回来 那是你活该 我是说你那些自己掏钱出去啊 你也没搞这些恶心的事情的人 想办法留在美国 真的 接下来你也有可能你拿不到新的签证 你必须要回来 但是真的要想办法 不要回来 因为你这时候回来非常麻烦 第一你有可能也被当成一个人之外交的一个靶子 真的 因为你在美国待过 你不要以为他觉得你是个中国人 中国人就不抓你 他抓你 他不是做个美国人看的 他抓你是做给谁看的 做给国内的屁民看的 意思是说你在美国留国学 我现在把你抓你 把你使 然后让你在电视上扔个罪 或者是让你在微博上发个简短的新闻 他这么搞的目的是警告中国的广大的批民 你看啊 谁去美国我就把谁抓起来了 完了以后你们给我老老实实爱党爱国啊 否则的话你也是下一个被我抓的对象 他形成一种威慑力啊 这个时候你是个中国人你抓你对美国人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 美国人不会救你对吧 但是这种东西对中国的批民它构成个威慑力啊 所以你要记住你还是有一把利用的价值啊 是吧 你还是被当枪子啊 你一定要记住不要回来能留在美国尽量留在美国 如果不能留在美国 你可以去其他的国家 去墨西哥 是吧 去巴西 真的 去哪里去古巴东西就在中国抢 我告诉你 千万不要回来 回来你就傻了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真的是此时此刻 从现在开始到未来一年 现在所有生活在海外的这个华人 能不回去就不回去我的建议是千万不要回去回去你就惨你不仅仅是成为有可能成为这个人质外交的一个坝子你还有可能成为一个病毒实验的一个小牌鼠啊你还有可能被当成间谍抓起来被当成汉奸抓起来因为共产党他在最最最怕的就是全世界对他围攻他必须要在中国国内形成一种强 很有力的威慑能力这样他就玩得下去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时候你回去你是送死啊 你是把自己送进监狱 很多脑残啊他听不进去 这个时候你回去干嘛呀 再苦再累啊 哪怕去当乞丐你也要留下来 坚决不能回去啊 再后最后说一遍 坚决不回去啊 谢谢大家